一群年轻人聚集在积极和平公园大章树下 聆听当地导览之工胡老师的解说 字字句句描绘出大章树和一旁大众爷寺的历史 这才发现和平公园的庙宇和这座大章树宫 拥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积极镇长大的一员陈昭玉也一起到场 和年轻朋友分享这拥有700年历史的大章树